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铁峰 这个豆角是好东西 大家都吃过 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 能够促进胃肠蠕动 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消化 但是豆角不能生吃 如果没做熟 您就吃它的话 容易闹肚子 今天我就给大家做一道菜 叫做酱爆豆角丝 首先豆角要切丝 这个蒜的切末 我们现在要调酱汁 首先弄点这个黄豆酱 有这一丢丢就可以了 再来点酱油 我们做这道菜的时候 既然加的这些料汁 就不再额外加盐了 然后我们加点水 这个料这儿调匀 我是既希望大家吃得健康 又能吃出好味道 起锅瘦油 切好这蒜末下去 枪锅 好 香味出来了 我猜一下里 刚才我说的 豆角一定要炒熟 颜色已经变了 酱汁需要下锅炒一会儿 酱香味出来了 关小火 上锅焖 焖七八分钟之后 这就可以好了 剩下这点汤汁 我们要给它收一下 一般我们在做这种纯绿色蔬菜的时候 里面要加一点红色 加一点小米辣 万绿丛中一点红 但是呢 我就不愿意加辣椒 我呀 加的是枸杞 毕竟还是以健康为核心 好嘞 收成这样 这就可以关火 出锅 好 观众朋友 今天这道酱爆豆角丝 就做好了 接下来请跟着我和相声作家 王湛华老师一起去探寻 新的营养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